好,这一个第二题,它要我们expand using formula,它用的是平方差公式,我们的平方差公式是怎样的东西呢? 就是我有a加b乘a-b等于a2-b2,我们的重点是a-b,所以你看这个是a-b,a-b,所以这一个才是我们的重点。 然后就是说,我的这个是这个,其实应该是这个,我等下再跟你们讲,它就讲了。 所以你看这个是t-15的时候,15加t,我可以把sul加t变成t加15,所以它变成t加15,t-15。它就跟第一题一样的东西。 然后它变成t2-15的sul加2,这个变成t2-2。 这一个,14-y,y加14,变成14加y。 所以它会变成14square-ysquare,所以它会变成196-ysquare。 ok,so我们这一边15的square,225,14的square,196。 所以我逢万的时候,我要求我的学生去被112439416525636749864981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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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141316914196152516256728925725625。 所以同样的,所以同样的,这一个,我的3f-16,3f加16。 所以它会变成3f的square-16的square,9f的square-26。 ok,所以当然你不确定,你可以用计算起来安纳。 然后,这一个是11r加6,11r-6。 所以它是11r的square-6的square,121rsquare-32。 然后,这一个是4a-d,后面会变成4a加d。 所以它会变成4a的square-dsquare,16a-dsquare。 这一个,呃,减5p-7q,减5p,减7q,减5p,减7q。 然后,这个是减5p加7q。 然后,减5p,减5p是它的前面,是它的a,a-5p,a-b,a-b,a加b。 然后,它的后面这一边才是,加7q,减7q,加7q,减7q。 所以它是,减5p的square,减7q的square,25p的square,减49q。 而,这一题呢,如果你真的是不会的话,你就不要用follow了啦。 在考试的时候,它不会特别去要求你一定要用follow了。 减5p,减7q,然后7q,减5p。 这个你看不出的话呢,你就不要去用那个follow了。 follow呢,主要是在factorization的部分。 所以,这一边,我这一个,你看我直接这样乘乘乘乘乘。 我直接expand它,ok。 我就不要用follow了。你看不出的,你就不要用follow了。 所以,减35pq,ok。 这一边,这一个是,加减减,减35pq。 然后,减减加,加25pq。 减7749q。 然后,接着,再加35pq。 所以,我在这一边的时候,35pq,减35pq。 就没有了嘛。 所以,我剩下25pq,减49q。 其实,我觉得直接expand会更简单。 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这个a加ba-b等于a2-b2。 它的重点不是在expand的部分。 它重点是在pactorization的部分。